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收了 收割的人在哪里 你们要求拿庄稼的酒 踹剑工人收割去 佛我的迷惘铺天下去 转扬天国的福音 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 遵守我一切教训 当圣灵将在你们身上 你们比得着能力 并要成为我的见证人 从这里直到地底 从我的迷惘铺天下去 传扬天国的福音 找到万民做我的门徒 遵守我一切教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要求拿庄稼的酒 你们要求拿庄稼的酒 踹剑工人收割去 佛我的迷惘铺天下去 传扬天国的福音 教导万民做我的门徒 遵守我一切教训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遵守我一切教训 遵守我一切教训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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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首先去预备人的心,来相信、认识你。 神啊,今天你说,这个和场已经预备好了, 我们需要更多更多的工人被猜遣, 去到为你修割一个庄稼, 主日就求你猜遣我们, 我们不单止自己领受你的说话, 我们亦都和我们身边的人来分享主你的说话, 求主你就带领我们。 人们的话,首先填满我们的内心, 建立我们,造就我们, 祈祷奉耶稣基督得圣復活的名祈求。 阿们。 大家姐妹,早晨。 我们今早上读读诗篇第九篇一至六节, 大卫的诗, 耶和华,我要全心称借你, 我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 我要因你快乐欢恩, 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 我的仇敌转身退后的时候, 就在你的面前换倒,滅亡。 因为你为我伸了冤, 便了屈, 你坐在宝座上, 施行公义的审判, 你责备了列国, 灭绝了恶人, 你逃没了他们的名, 直到永永远远。 囚敌的结局导了, 他们遭毁灭,直到永远。 你拆毁他们的城镇, 使他们淹没亡云。 亲爱主耶和话, 你的众圣徒, 众子民, 要来到你面前, 全心全意的去赞美你。 我们要开口, 全让你, 在我们人生里面, 一切奇妙的作为。 因为我们每一个, 跟随你的人, 都是亲身的经历, 你自己改变生命的作为。 我们今天, 能够在患难里面, 仍然欢喜快乐, 是完完全全, 因为神你自己的恩典。 你为我们, 在敌人的面前, 去摆设言直。 你将他们, 在你的面前, 去赶走。 主呀,你在寶座上面, 施行公义, 为正直的义人, 去主持公道。 主呀, 我们就要歌颂你的名, 清颂你的作为。 主呀, 今天虽然囚敌, 仍然在大肆的攻击, 但是我们知道, 他们必定永远败亡。 神呀, 你会将他们连根拔起。 因为没有任何的恶事, 能够在你面前暂立得住。 亦都没有人会再纪念他们。 神呀, 我们就要高举你的公义, 高举你的公平。 主, 我们赞美你。 你就是那个和平、公义、 又正直的主。 我们赞美你。 我们等候你。 我们高举你。 愿意你接纳我们的敬拜。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性復活之名而求。 阿门。 创世纪第二十八章。 以撒叫雅各来, 为祂祝福, 并且吩咐祂说, 你不可以娶佳南女子为妻。 起来, 到巴旦亚南, 去你外祖父, 喜土利家里。 在那里, 娶你舅舅拉班一个女儿为妻。 愿全能的神, 赐福给你, 使你凡显众多, 成为大族。 愿神将应许阿伯拉罕的福,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使得你可以得到你现在寄居的地遗孽。 就是神赐给阿伯拉罕的。 于是, 以撒打发雅各去了, 雅各就往巴旦阿兰去, 到了阿兰人土比利的儿子拉班那里。 拉班就是雅各和以撒的母亲, 利伯家的哥哥。 以撒见以撒为雅各祝福, 又打发他到巴旦阿兰, 在那里除妻。 又见以撒为雅各祝福的时候, 吩咐他话, 你不可以娶加南的女子为妻。 又见雅各听从了他父母的话, 到巴旦阿兰去。 以撒就看得出他父亲以撒, 不喜欢加南的女子。 于是, 以撒到以撒玛利那里, 在他两个妻子以外, 娶了马哈拉为妻。 马哈拉就是阿伯拉罕的儿子, 以撒玛利的女儿, 尼拜约的妹妹。 阿国离开别士巴, 到巴南去了。 来到一个地方, 就在那里过夜。 因为太阳已经下了。 他撿了那个地方的一块石头, 将它放在头下面当枕头。 就在那里躺下睡了。 他作了一个梦, 梦见一把梯, 立在地上, 梯顶直通到天。 梯上有神的众使者上下往来。 耶和华站在梯上说:" 我是耶和华, 你祖父阿伯拉罕的神。 亦都是以撒的神。 我要把你现在躺着这块地, 赐给你, 和你后裔。 你后裔必像地面灰尘那么多。 你必向东、南、西、北抗战。 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我与你同在。 你无论到哪里去, 我必看顾你。 我必领你回到这地方。 因为我必不离起来。 直到我实现了我对你所应许的。 阿郭一觉醒来, 哇, 耶和华确实在这个地方, 我竟然不知道。 他就惧怕起来, 哇, 这个地方真是可谓啊, 这个不是其他地方, 而是神的殿, 是天的门。 阿郭清早起来, 将他曾经放在头底作枕头的那块石头, 立作石柱, 在柱上飘了油。 他就为那个地方起名叫白特利, 那个城起初名叫路斯。 于是, 阿郭许了一个愿, 说, 如果神与我同在, 在我所走的路上看顾我, 赐我食物, 吸我衣服, 使我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的父家, 我就必定以耶和华为我的仇。 我立作石柱那块石头, 必作神的殿。 你赐给我的一切, 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阿郭继续前行, 到了东方人的地方, 他看到田间有一个井, 有三群羊可我在井壁。 因为, 人都是用那个井里面的水给羊群饮, 井上面盖着一块大石头。 当所有的羊群都到齐, 牧人就将井上面的石头捆开, 拿水给羊群饮, 然后将石头放回顶上的圆柱。 阿郭问这些牧人, 帝兄呀, 你们是在哪里来的? 我们是从哈兰到来的。 他又再问他们, 你认识那学的孙拉班吗? 他们回答。 我们认识。 阿郭又问他们, 他平安吗? 他们回答。 平安, 你看, 他的女儿拉杰带着羊群来了。 阿郭说, 现在太阳猛烈, 不是目处聚集的时候, 你们将水给羊群饮, 然后再去放羊。 他们回答。 我们不可以这样做, 必须等到所有羊群到齐了。 有人将顶口的石头捆开, 我们才可以拿水给羊饮。 阿郭跟他们说话的时候, 拉杰带着他父亲的羊群来了。 拉杰原来是个牧羊女。 阿郭看见舅舅拉班的女儿拉杰, 和舅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来, 将井上面的石头捆开, 拿水给舅舅拉班的羊群饮。 阿郭跟拉杰亲吻, 就放声大哭。 阿郭说给拉杰听, 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生, 是李伯家的儿子。 拉杰就跑去告诉他父亲听。 拉杰听到关于外生阿郭的消息, 就跑去迎接他, 拥抱他, 和他亲吻, 带他到自己的家里。 阿郭就将一切的经过都告诉拉杰听。 拉杰对阿郭说, 你实在是我的骨肉。 阿郭就与拉杰同住了一个月。 拉杰对阿郭说, 你因为是我外生, 就要白白地服侍我吗? 告诉我, 你要什么报仇。 拉杰有两个女儿, 大的名叫尼亚, 小的名叫拉杰。 尼亚的眼睛虽然可爱, 拉杰却生得身材美丽, 样貌捐收。 阿郭爱拉杰, 所以对拉杰说, 我愿意为你的小女儿拉杰, 服侍你七年。 拉杰说, 我将她给你, 更好过给别人。 你就和我一起住吧。 于是, 阿郭为拉杰, 服侍了拉班七年。 他看这七年, 好像几日一样, 因为他爱拉杰。 阿郭对拉班说, 他说, 其限都啦, 请你将我的妻子给我, 好让我与他亲近。 拉班就摆设现席, 邀请那个地方所有的人。 到了晚上, 拉班将自己的女儿, 尼亚, 带给阿郭。 阿郭就与他亲近。 拉班又将自己的婢女, 释迫给女儿尼亚, 作婢女。 到了早晨, 阿郭才看到原来是尼亚, 就到拉班说, 你向我作记是什么事啊? 我服侍你, 不是为了拉杰的缘故吗? 你为什么欺骗我呢? 拉班回答。 大女还未嫁, 就先把妻子嫁出去。 我们这个地方, 没有这样的规矩。 你和大女七天庆典过了之后, 我们都会把妻子给你。 只是你要再服侍我七年。 于是, 阿郭就这样做了。 他与尼亚七天的庆典过了之后, 拉班就将自己的女儿拉杰 给阿郭为妻。 拉班又将自己的婢女辟拉, 给女儿拉杰作婢女。 阿郭亦都与拉杰亲近, 并且爱拉杰, 胜过爱尼亚。 于是, 他再服侍拉班七年。 耶和华见尼亚失重, 就使她生育, 拉杰却不生育。 尼亚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就为她起名叫留本。 因为她说, 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 现在我的丈夫必爱我了。 她又怀孕, 她又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就说, 这一次, 我的丈夫要医戀我了。 因为我已经为她生了三个儿子了。 因此, 吸孩子起名叫尼未。 他又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就说, 这一次我要赞美耶和华了。 因此, 吸孩子起名叫尤大。 这样, 尼亚才停止生育。 亲爱的主, 今天, 当我们在思想, 聆听到, 关于雅各的记载的时候, 让我们看到, 雅各, 她如何自己亲自来到经历到主理。 当她来到要离开父母亲, 去到巴坦雅兰, 就是投靠她的舅舅拉班的时候。 在路上, 她发了一个的蒙, 就是在见到天梯, 天梯上面, 她确实见到耶和华, 你的存在。 她就来到确认, 耶和华真是在一树, 她竟然不知道。 她看到神, 你是那位何等可畏, 何等值得我们敬畏的神。 主啊, 这一个是雅各, 她自己亲身, 来到去经历上帝你自己。 她的信仰, 再不是她父亲, 母亲, 或者她祖先的信仰, 而是她自己个人, 来到和上帝你来到相遇。 这一刻的开始, 就让她来到再一次回转, 康复, 在神理的教导, 在神理的管教底下。 随后, 随后, 当她投靠她舅父拉班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 她自己, 七年之后, 再加七年, 在那里来做工, 以至她能够和拉杰, 来到去结婚, 来到和利亚来到去结婚。 主要在背后, 我们看到, 她本身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 她在这个过程中, 她自己也是经历到被害, 被诡计所害, 就是她舅父用一个白色的方画, 用一个隐瞞, 就是原本答应了, 只需要七年的工作, 就能够把拉杰交给她, 和她结婚。 但是, 她结果就要再多七年的工作。 神, 在这件事情里面, 我们看到, 她自己体会到的教训, 体会到神你自己, 在她身上的教导。 神, 你说, 报应, 伸冤的, 持平的, 是在主你的手上。 神, 你亦都在人的当中, 你是那位, 我们要去敬畏, 尊敬, 康复的主。 主, 我们今天, 或许, 我们有不同的弟兄姊妹,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经历。 神, 我们都, 愿意像瓦角那样, 我们能够, 个人, 亲身的, 来到经历主理。 甚至乎, 我们在信仰的, 挣扎的路上, 我们愿意让圣灵, 来到光照我们, 以至到我们基督徒的人生, 我们的信仰, 是确实的, 是扎实的, 是尽心的, 是有根有基, 而不是只是一些道听道说, 而不是只是那些, 听其他人说的说话, 二手的信仰。 神, 甚至乎, 你亦都要在我们的生命上面, 去拆毁那些, 神你不起悦的, 就好像瓦角, 昔日, 如何用诡计, 来到去, 蒙骗他父亲, 奪取了长子名分之后, 他自己亦都要经历, 那种被人用诡计, 所害,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挽回他, 你呼召他, 叫他去体会到, 自己是哪一个, 去省察, 过后, 他就来到更加, 投靠你, 敬慰你, 跟随你, 求主你, 就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被拆毁的地方, 愿意圣灵你, 来到拆毁, 并且重新建立, 我们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 得圣福的名求, 阿们。 马太方第9章18到38节, 当耶稣在说话的时候, 有一个管理会堂的人, 跪在他面前, 跟耶稣说, 我的女儿就来死了, 请你, 将你的手按在他身上, 他就必定, 可以再一次, 活过来。 耶稣和他的门徒, 就起床, 跟着他去, 途中, 有一个患了12年血流病的女人, 摘到耶稣的背后, 摸了他的衣服边, 因为他心里面想, 我只可以摸耶稣的衣服, 病就会痊愈, 耶稣转过头, 看到他, 就说, 女儿, 放心吧, 你的信心救了你。 就在那一刻, 他的环窒就传遇了。 耶稣来到管会堂的人的家, 看到奔丧的吹乐手, 和圈阳的人, 就吩咐他们, 你们出去吧, 这个女儿是未死的, 只是睡了而已。 这帮人就在那里, 嘻笑耶稣。 耶稣让众人出去, 然后, 就进到他那个女儿那里, 拉住他的手, 那个女孩就起床, 这件事传遍了整个的地区。 耶稣从那里继续向前走, 有两个瞒了的人跟着他, 大声哀, 大胃的后裔啊, 可怜我们啦。 耶稣进了那间屋, 那两个瞒的人来到他面前, 耶稣问他们, 你们相信我能够做这件事吗? 他们就说, 主啊, 我们相信啊。 于是, 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 就说, 照你们的信心, 成全你们的。 他们就立刻可以见到光明, 耶稣也都郑重地吩咐他们, 不要张扬这件事。 但是他们出去之后, 就将所行的事, 全遍了那一大的地方。 他们正当要走的时候, 有人带着一个被鬼附身的雅巴, 来到耶稣那里。 耶稣就将鬼说出去, 随后雅巴就能够说话。 众人都感到很惊讶, 惊奇, 就说, 在以色列, 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事发生。 法利错人却是说, 他只不过是靠鬼王来说鬼。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 在会堂里面去教导人, 传讲天国的福音, 医治各样的疾病。 他见到众人, 心里面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无助, 好像没有牧羊的羊一样。 耶稣就跟门徒说, 你们看下, 要收割的庄价, 很多, 很多, 很多。 做工的人, 他是十分之少。 因为这样, 你们要狠切地祈祷, 祈求庄价的主, 派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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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工人去收割。 亲爱主耶稣, 你说, 要收的庄价多, 作工的人却是少。 你和你的门徒吩咐他们说, 你们应当去求庄价的主, 去派工人去收他的庄价。 主耶, 我们看到, 你的心意, 就是要将那些流离失所, 有疾病, 有可怜的羊, 能够领回。 所以, 你走遍各城各乡, 在不同的地方, 在被人遗弃的地方, 你去宣讲神你自己的话语, 天国的福音。 你不单止, 去用你的话语去改变人的生命, 你更加可怜, 联敏他们辜苦无疑, 有各种的疾病。 不单止是啞的, 是被鬼附的, 是盲的, 在死里面挣扎的。 主耶, 你都去到他们当中, 去医治他们, 医治他们的痛苦的身体, 令他们不能转目, 仰望熟灵的事的身体。 主, 我们亦都看到, 神啊, 你的医治, 不单止是人的生命, 是他们的身体, 亦都是他们的心灵。 当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流的女人, 来到你的背后, 去摸你的衣垂的时候, 主啊, 你不单止医治她的身体, 你更加是公开的, 去说, 去确认这个女人, 她的信心。 在众人面前, 去确认, 去肯定她。 你亦都是医治, 她那个被社会, 去离弃, 去隔绝, 那个悲伤, 抑鬱的心灵。 主啊, 你就是那个全能的医治者, 你今天亦都是医治, 不单止是我们的身体, 最重要你是要医治, 我们那个受伤的心灵。 所以主, 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就是那个医治的主, 你医治我们的身心灵, 一切都是你的恩典。 主啊, 你都呼召我们, 我们亦都要成为你的见证人。 我们不是大声高调的, 去用一种, 好像买卖的方法, 去叫人归回。 我们是要用主你的爱心, 身体力行的, 去到这个已经熟透的和尚, 去为你收窗架。 主啊, 今天多谢你给我们的说话, 去给我们看到神你自己的心意, 我们献上感恩, 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金言三章十一至十二节, 太子啊, 不要轻视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 因为耶和华责备他所爱的人, 就像父亲责备他所痛爱的儿子。 亲爱主, 我们感谢你今天的针言, 你给我们的智慧, 就是我们不可以, 或者不好, 来到轻忽, 轻视上帝你的管教。 你都叫我们不要厌烦, 你对我们的责备。 因为你对我们的责备, 你对我们的管教, 是出于你对我们所爱。 凡你所痛爱的儿子, 孩子, 你必定来到管教。 主耶, 今天, 在这个世代, 是充满了很多自我, 自由主义, 我们不愿意受管教, 受责备。 神啊, 当我们说, 要去帮一个人, 去挽回一个人, 又或者用神你的说话, 按着圣经的教导, 来到去提出教导, 责备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违难, 就是因为魔鬼用了各种方法, 来到去扭曲我们的心, 来到扭曲我们对管教, 对责备的看法。 神啊, 正如你针言所说, 这个是千真万确, 你的责备是出于你的爱, 你所爱的孩子, 你必定来到责备。 主要求你继续管教, 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 我们三孙家的弟兄姊妹, 主要我们愿意成为那批, 愿意听着你的声音的羊群, 我们也知道自己, 有时候我们是有地方做得不足的, 是有地方需要被提醒的, 正如好像羊群一样, 他们的视线, 他们看到的东西都不是那么好, 求你给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有一种熟灵的醒察, 熟灵的醒觉, 我们愿意去听, 主你透过不同的方式, 包括了你的说话, 包括了你的仆人, 包括了你的弟兄姊妹, 来到在各方面, 也都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说话, 我们去明白跟随你, 以至到我们被收整之后, 我们继续走在这条二路上面, 为主来结出更加更多的熟灵的果子,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圣复活的名求, 阿们。 弟兄姊妹, 我们同心的低头祈祷, 慈悲人海的天父, 我们要赞美你, 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要歌颂你, 因为你满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而且有丰盛的慈爱, 和诚实的神。 当我们看到上星期, Washington DC的情景的时候, 实在是十分难过, CAPITAL BUILDING竟然被这些极端的分子, 有暴力, 有暴乱, 有破坏的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 人的罪十分的可怕, 求主联敏, 主啊, 美國本应是以神立国, in God we trust 的国家, 但是人利器了神, 追求了金钱, 权力, 名誉, 自我忠心, 使得无法无天, 主要求你怜悯, 求你赦免, 求你让人的心, 转回归向你。 下星期, 1月20日, 有新的总统就职, 这些暴徒竟然, 还要恐吓, 再来做这些破坏暴恋的工作。 现在, 现今有50个州的capital, 都在很紧张的界定当中。 主啊, 求你死亡国家, 和平共处, 无论我们支持某一个政党, 我们都要寻求和平, 社会要平静, 要平息这些暴乱, 求主保守, 这个动荡不安的世代, 設国家和人民, 有平安, 联敏, 美国的国家, 求主, 改变这些暴力的, 极端分子的深思意念, 叫他们不要再犯罪, 不要再暴力, 要转回过来归向主。 至于今天早上, 我们读到雅各要离开自己的家, 去到哈兰, 找他的母口, 拉斑, 在伯特利的地图中, 遇见到天梯, 天使在这个梯上落, 神在梯顶上面, 对雅各说, 要赐福给他, 使他成为大国, 又允许他与他同在, 神又允许必定看过他, 神又允许必不离去离弃雅各。 今日疫情仍然未受控制, 每日死亡人数达到四千人, 求主联敏, 求主安慰死者的家人, 给他们有盼望。 虽然疫苗运到各地各处的地方, 但是接种疫苗的人仍然是比较少。 我们又看见社会的经济大受影响, 生意下滑, 员工失业, 排队很长龙的领取食物的救济。 主要求你开恩, 可怜我们。 你应许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 我们有圣灵的入住, 有圣灵的同在。 无论我们每一天, 人生的旅程是怎样, 喜居饮食都有神的看顾。 多谢你, 不值不断的保守我们, 观顾我们, 赐福给我们。 神啊, 你又是医治的主。 昔日, 你医治了十二年血流病的妇人, 又使得女儿从死女復活, 又医治了两个核子, 让她能够重建光明, 又将鬼赶出这个被鬼附的瓦巴的口, 能够开。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今天, 求你联敏, 你伯伯, 你老太, 和Charles Lee, 又有他们的帮助, 都患上COVID-19。 主, 求你伸出你大牛的手, 医治他们, 使得他们能够早日的康复, 又保守他们的家人, 以免受到感染。 更加需要的是, 要你坚强他们的信心, 在患难患病的日子, 多多以求你, 仰望你。 又为了其他的弟兄姊妹, 身体有软弱的, 带到主的面前。 我们将Winni Yu, Sharon, Yiva, Lung, Albert, Ann, Lui, 等等的人, 求主继续加添他们的力量, 给他们有好的灵性, 使得他们能够早日的康复。 我们感谢赞美主。 让我们每天都紧紧地跟着主的脚中, 我们愿意尽心、尽意、尽力、尽性, 爱主我们的神, 又要爱人而己, 给我们每天生活, 能够实现这些真理, 荣耀归主的圣灵, 让不配简单不完全的祷告, 求主谁听, 奉我主耶稣得性的名义求, 阿们。 阿们。